疫苗取得不简单 对于用心付出的人 不需要酸言酸语 谈言疫苗取得真的不容易 仓库内这一箱箱都是日本政府 大方捐赠台湾的124万剂AZ疫苗 只是近日台湾从政坛到民间 都为疫苗速度杠上中央 一路挨打的总统蔡英文 忍不住大吐苦水 各国政府奔抢疫苗 台湾的国际处境很艰困 疫苗还没有上飞机 都有可能有变数 因此总是要确认再确认 才能跟大家报告疫苗的喜讯 让大家焦虑实在是过意不去 就怕疫苗运送中出了差错 台美日三方低调进行 如今这10天宁颈作战也曝光 要从这张照片开始说起 5月24号朱日代表谢长廷 邀请美国朱日大使杨舟 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辅佐官 袁普建太郎参序 对于日本提供AZ疫苗给台湾 三方初步获得共识 随后总统立刻指示 副总统赖清德外交部长 吴钊燮等人跟日方联系 争取洽谈 才能够在短短10天 敲顶疫苗来台计划 我也要肯定这段期间 辛苦工作的外交团队 他们业余继日 把握每一个可能争取到 疫苗的机会为协助台湾防疫而奋战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跟相关国家来沟通 希望能确保更多疫苗的稳定供给 而台北101也在4号晚间打字典灯 合作对抗疫情台日友谊长存 向日本表达台湾的谢意 在国安高层奔走下 这124万剂AZ疫苗 也让疫情肆虐下的台湾 看到一丝希望 欢迎新闻留言区到品均 台湾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